第十八集 生死 一名女同学几乎崩溃了 大哭了起来 死的人都没有在苗语中心堂弃物 那个未知的魔鬼就在附近 我只有神气留下的生物在身 早晚都是要死的呀 这是一个事实 死去的五人在庙宇中都是一无所获 而同样遭袭击的王子文 正是因为那口残破的铜钟才安然无恙 帮忙我们 帮忙我们 在庙宇中没有寻到弃物的人 全都惊恐无比 接近有所获的人 用近乎哀求的语气恳请相救他们 但是 在这种生死关头 谁会让出自己唯一的救命佛器呢 有些人没有停留 甚至没有回头 大步向着五色祭坛冲去 同学情意固然可贵 但是 在面离生死抉择时 不少人选择的是冷漠相对 以求自保 人与人间的关系 人性的矛盾第一次面临艰难考验 那名近乎崩溃的女同学 一边跑一边哭泣着 梨花带雨 惶恐不安 非常的可怜 两只鞋子都跑掉了 但依然茫然无知 此刻恐惧已经占据满他的心灵 叶凡大声喊道 在庙宇中寻到的器物 我们可与他人共用 庞博向来与叶凡通进退 闻一眼站在他身边也大声喊道 没错 我们可以两三个人 共同持有一件自古庙中寻到的器物 很多人都忘了 但却带着迟疑之色 有人开口 这些残破的器物 万一没有那么大的作用怎么办 如果只能避护一个人 岂不是让原本的物主 也陷入生死险境 这样的话语一出 历时又让人动摇了 甚至有两人开始提速 投也不回的向前冲去 谢谢你啊 叶凡 那名泡掉鞋子 满脸泪水 楚楚可怜的女同学 跌跌撞撞来到叶凡身前 脸上露出无比感激的神色 混合着那滚落下的泪水 让人心生怜悯 他颤抖的伸出右手 但是在距离古灯还有一尺远时 他的表情一下子凝固了 而后双目无神 重重的摔倒在地上 变故是如此的突然 叶凡眼睁睁的看着 他的双目失去光彩 那张楚楚可怜的美丽脸颊带着泪痕 那抹刚样起的感激的笑容 永远的凝固在那里 让人感觉心中难受 叶凡很想将他扶起 但终究只是伸了伸手 又收了回去 这名可怜的女同学后脑被冻穿 若一次不是额头 那乌黑的长发间 有鲜血流淌而出 只差一步距离 但他最终还是死在了叶凡的眼前 那抹凝固的笑容 刺痛了叶凡的双目 他慢慢后退 离开那具渐渐冰冷的尸体 那到底是什么东西啊 这是所有人的疑问 死亡时如此之际 众人更加惶恐了 叶凡与庞博的身边 很快就围上来三四个人 他们迫不及待的 向着股东和铜匾抓来 那是近乎争抢的架势 想要居为己有 你们要干什么 庞博当时就瞪起了双眼 我们是在救你们 与你们共同持有这些东西 而不是将铜匾与股东 认给你们 舍弃自己的生命 他体格魁梧 块头很大 这样一瞪眼发怒 自然有一个害人的威势 那几人顿时停了下来 闪闪的上前 将手搭在铜匾与骨灯上 没有时间可以耽搁与停留 众人快速奔跑 但这时候 却有不安分的情绪在蔓延 有些人眼中发热 想要抢夺佛器 而拥有残破佛器的人 则充满了戒备之心 后悔与人共同持有 我们来自同一个地方 我们是四载同窗 不要让你的后半生 都为你今天的选择而惭愧与自毁 叶凡高声喝道 比庞博还要能震得住人 顿时让很多人安分下来 就在这一刻 前方的刘云志身上 突然爆发出成百上千道雷电 电王飞舞 他犹如雷神将士一般 闪电密布 将他的神区完全覆盖住 那里电光朔朔 将周围照耀的一片通灭 而他手中内感金刚处 更是光芒璀璨 一切都是源自于 那半截残破的宝处 刘云志像是穿上一身 由闪电较织成的战衣 整个人 透发出一股灵力无匹的气势 一刀刀殿亭绕在身 简直就像是一尊雷电战神一般 刚才我被那莫名的东西袭击了 他仅仅有这样一句话语 而后便不再多说什么 灵力的眼神不经意间 扫归叶帆那里 但当看到那盏青铜古灯后 那两道力芒很快消失了 直至片刻钟后 刘云志身上的电芒 才渐渐连去 他手中的金刚宝处 又变得暗淡无光了 神奇持有的气账 这杆宝处 所具有的威能 众人有目共睹 阵阵心惊 一路上 所有人都沉默无言 终于来到五色祭坛前 还好没有再出现死亡事件 这让众人 稍稍地松了一口气 五色祭坛上 那九具庞大龙尸 还有那口青铜古灯静静地横在那里 依然是如此的震撼 那是 来到祭坛前 所有人都吃了一惊 五色祭坛光雨朦胧 四面八方都有点点微弱的光滑 在凝聚而来 没入时机下 笼罩在天空中的光照 渐渐地消融 慢慢地消失 竟然是因为五色祭坛的缘故 似乎在积聚某种神秘的能量 众人先是吃惊 而后露出喜素 因为五色祭坛在闪耀 正如在泰山石那般 很有可能是打开星空古路的征兆 不过 这一次提供能量的并不是实书预测 而是一个朦胧而又巨大的光照 天空上的朦胧光照在消融 外界那如奔雷般的风暴 隆隆作响 整片大地都仿佛摇动了起来 光照在暗淡 众人全部登上五色祭坛 紧张地注视着这一切 暗中那不知道 是什么东西的可怕存在 像是阴影一般 缭绕在众人的心间 虽然暂时不出现了 但只要不离开这里 那依然是一种莫大的威胁 所有人都迫切地想逃离火星 整整持续了半个小时 那暗淡的光照不断地压缩 最终 静止堪堪地覆盖住五色祭坛 直径已经从千余米 缩小到不足二百米 几乎要压落到地面 所有神秘能量都被五色祭坛吸收了 庞博压底生怡 在夜凡耳畔小声说道 有晕智的目光 几次不经意接扫过我们这里 这个家伙心情很深 要小心一些 他粗中有戏 敏锐地发觉了这一情况 放心 我知道 夜凡转头望向刘云志 露出一个温和的笑容 刘云志很从容 友善地点了点头 看不出什么异常 在他的身边还有两人 其中一人正是不久前 脱避于夜凡的青铜古灯 才平安抵达这里的那名男同学 这让庞博很不满意 这个忘恩负义的东西 上学那会儿便整天为这刘云志转 方才却是我们护住他的性命 现在却又与刘云志凑到一起去了 半课中后 外面的朦胧光照在逐渐缩小 即将压落在五色祭坛上 可以清晰地感应到外界风暴的可怕 呜呜的风声像是鬼哭神嚎 沙石吹打在光照上 发出震雷般的声响 甚至有些沙尘都吹了进来 可以想象光照已经很脆弱 随时会彻底消失 众人心惊 向后退去 万一坠出祭坛外 恐怕会立刻被风暴卷飞上高铁 这时 那个被庞博说忘恩负义的男同学 从刘云志那里慢慢挪了过来 突然一把抓向夜凡手中的青铜古灯 另一只手则猛烈地推向夜凡 想夺取青铜古灯的同时 将其推出五色祭坛外